这一天,陕西西安上郊村的一位村民意外发现了17座古墓 要说发现一座古墓不足为奇 这一下子出现17座古墓 这不得不引起考古专家们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这17座古墓的深入发掘 最后,竟然在这片古墓群中发现了秦世皇女儿的墓葬 发掘现场的情景让专家们十分的揪心 死状极其的残忍 作为中国第一位始皇帝,秦始皇的女儿 为何死后沦落到这般下场 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开秦始皇的女儿盈音漫目之谜 新进来的朋友麻烦长按点赞关注一下 既可以浏览往期视频,也可方便观看后期更新视频 请大家躺好沙发,让我为您详细讲解 说起秦始皇的女儿,对秦朝历史感兴趣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秦始皇去世后,继任秦朝第二位皇帝的是胡孩 他作为扶苏的弟弟,为何可以越级当上皇帝 原来,胡孩之所以能登上皇位 也是因为有赵高李斯等人的扶持 并且使用了谋前篡位的继谋,护士皇位落到了胡孩手中 继承皇位后的胡孩总觉得皇帝做得不踏实 于是在赵高的诱导下,胡孩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全部痛下了杀手 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秦始皇女儿盈音漫的墓葬 就能让我们明白胡孩继位后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有多心狠手辣 要是让他父亲嬴政知道他犯下的滔天罪行 估计嬴政恨不得马上从陵墓中窜出来,狠狠地揍他一顿 秦始皇女儿的墓是在陕西西安的上郊村发现的 当时发现的一共有十七座古墓 当地的村民认为这些古墓非比寻常 于是就上报给了当地文物局 经过考古专家们的实地勘测 最后发现,位于秦陵的东面竟是秦始皇女儿的墓葬 这让专家们兴奋不已 他们猜测,作为秦始皇的女儿 应该会有很多奢侈的陪葬品 随后,考古专家们对其中的八座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现,这几组古墓并没有像当初想的那样会有奢侈的陪葬品 古墓里面甚至连穿着华丽的墓主人都没有 只有凌乱摆放的残骸 还有一些躯体与四肢分离的白骨 让考古专家更为震惊的是 有的头颅上竟然还有断剑 死状极其残忍 从考古发掘现场可以看出 这些墓主人绝非正常死亡 随后,从这些古墓中出土了 五男两女拱七具尚能辨别出来的海骨 其中,一名女子在墓穴中的死状 要比其他人的死状更为惨烈 她的尸体就像是被人为躲成的肉块 死肢和身躯被分成了大小不一的块状 死状可以说是中国古墓发掘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座古墓 在古代,即使是犯了罪被砍了头 哪怕是被五马分尸了 家里人也会用针线缝补尸体的 古人讲究死后保留全世的封建思想 连普通的一个小老百姓都能享受这种待遇 为何作为秦始皇的女儿 秦朝的公主却不能呢 随着对这座古墓的深入发掘 考古专家意外在这座墓穴中发现了一枚丝印 它的形状为三层台形 整个丝印看起来非常精致 上面还用小篆写着杨兹二字 据史书记载 杨兹就是秦始皇的女儿 也叫做盈音曼 考古专家通过查阅 相关的历史资料发现 秦始皇的这个女儿竟是被乱刀砍死的 可见她的好哥哥胡海有多残暴 与其说胡海残暴 不如说背后的主谋赵高 更为信狠手辣 提起盈音曼这个名字 我想很多人都会很陌生 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 一说到秦朝的历史 首先想到的就是盈政 胡苏 胡海 这三位响当当的人物 也许有人会说 盈政不就有胡苏和胡海两个儿子吗 其实盈政的子女有33个 可相对其他儿女来说 盈政最为疼爱的还属盈音曼 据说根据当时秦朝的律令 即使是当朝公主也不能拥有私印 可想盈音曼有多受秦始皇的喜爱 既然胡海和盈音曼都是秦始皇的子女 按常理来说 即使胡苏再心狠手辣 也不应该对自己的妹妹痛下杀手吧 更何况盈音曼只是一个公主 根本不会对胡海的皇位构成威胁 到底是什么原因 促使胡海一定要对盈音曼痛下杀手呢 为何还要用极其残忍的酷刑 来结束盈音曼的生命呢 后来考古真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 原来胡海之所以要盈音曼以酷刑的方式处死 其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秦始皇生前太过于宠爱盈音曼了 这让嫉妒其极强的胡海 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深深的怨气 秦始皇在世时 他根本不敢动盈音曼一根好吗 但是他却一直在找机会 直到秦始皇去世 他才有了机会 这让平日里极度厌恶盈音曼的胡海 把平日里所说的怨恨和烦心事都撒在了盈音曼的身上 所以后来盈音曼才会有这么悲惨的下场 死后的盈音曼可能始终会有一个疑惑 难道被父亲嬴政宠爱有错吗 盈音曼作为一位公主 手里根本没有任何的权利 对胡海的地位更谈不上有威胁 如果当时的胡海度量能大一点 也许盈音曼就不会这么的死去 更不会有这么惨烈的死状 心胸狭隘的胡海逼死扶苏后 接下来的做法不得不让世人 对这位残暴的暴君感到惧怕 扶苏死后 他竟然下令把自己的所有兄弟姐妹全部处死 这进一步地告诉了世人 胡海是个狠人 说到公子扶苏 他的死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惋惜 死的是真冤 用冤死这个词语来形容扶苏再恰当不过了 公元前210年的时候 秦始皇再次寻游天下 行至沙丘时突然病重 不久后就驾崩了 当时秦始皇的子女只有胡海在他身边 阴狠狡诈的赵高拉拢李斯等一伙人 借着这个机会假传圣旨 直接逼死了扶苏和大将军蒙田 经常在秦始皇身边的皇子 也就扶苏和胡海两个人 不过 秦始皇生前最为器重的还是扶苏 因为扶苏性格刚毅 在政治上也颇有远见 在处理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时 也是有一套自己的谋略 唯一一点让嬴政不满意的 就是扶苏一直主张的是仁政 这让一直推崇法家思想的嬴政心有不甘 此前有一次秦始皇坑杀术士 之后扶苏就曾赏书劝调 这让秦始皇很是气愤 在这之后就把扶苏发配到了上郡 监督蒙田修筑长城了 秦始皇此次寻游天下在沙丘病重的时候 他就感到自己很可能大陷将至了 于是送出去秦始皇就病逝了 所以赵高很得瑟的就把赵书打开看了一遍 得知秦始皇要把皇位传给扶苏 赵高认为如果让扶苏继承了皇位 自己的性命肯定不保 赵高想要的可不是这么一个结果 于是赵高就伙同丞相李斯一起狼狈为今 先是把秦始皇去世的消息给隐瞒了下来 然后又篡改了赵书 因为秦始皇这次寻游身边只有胡寒一人 扶苏和朝中大臣自然被蒙在了鼓里 唯一的凭证也只有赵书了 据说当时权勤朝野的赵高有想过当皇帝的想法 但是又因为自己是太监的身份 所以后来只能扶持胡寒继承了皇位 因为胡寒一直很听赵高的话 所以赵高觉得让胡寒继承皇位对他的权力和地位是有好处的 赵高事后认为如果灿改赵书这件事败露 那么扶苏一定会联手蒙田一起起兵造反 到那时自己可能就无力回天了 于是就伪造了一份假的赵书 赵书上写的主要就是赐死扶苏 赐死扶苏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 让人听了好像是讲笑话一样 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楚苏毫不犹豫的死去了 大将军蒙田看到主子都没有了 随后也和他一起自杀了 公元207年 胡还被赵高逼迫自杀于旺夷宫 至此秦朝灭亡 后来得知皇室子女的下场竟是如此的惨烈 才有了崇祯帝剑下嘱托儿女们 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的典故 你们觉得秦始皇的女儿死得冤不冤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